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市场去饭过菜 那我还去做过福业餐饮 那希望自己可以开一家餐厅 开餐厅的梦想 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 上帝虽然关了一扇门 也为他开了另一扇窗 一个偶尔的机会 一个姐姐 那我也很感谢这个恩人 那她告诉我说 她说可以让我...可以学个一期之常 就是对孩子来讲也是比较好了 我看到我要要的 我马上进入 我边上班边学习这样 有了目标王俊平比别人更努力 上班上课学技术终于开了店 显的时候忽然会觉得不习惯 那是慢慢慢慢慢慢调理自己的心态 就是当然是说也有瓶颈 可是我们瓶颈每个瓶颈 我们都要...就是突破 使得人生怕的不是有瓶颈 而是如何突破瓶颈 除了信仰带给王俊平力量 当然还有最心爱的孩子 孩子是我的宝贝啦 那我是觉得说 什么不重要 孩子是...我会摆在第一啦 就是希望孩子以后 就是以为...就是以后出社会 成为一位...一位有用的人才 可以为社会贡献的 孩子和信仰 让王俊平充满力量和信心 迎向未来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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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